Hello大家好,我是泰浪德,欢迎来到是开源不是开源 最近有很多朋友问我小白如何入门做开源 正好我这几天在找视频素材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合适的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零基础如何做开源吧 首先说一下这个不是广告 因为最近有很多学生们和一些因为不可抗力 需要工作上转型的朋友们在问我怎么入门做开源 我就正好看到了这个活动,人人都可以参与开源 咱们往下看这个活动的分类 次次珠基比较适合不会编程的新手 下面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做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有编硬类的,还有兼容测试的,还有代码贡献 再下面还有对推广大使及开发者故事的征绩 完成之后可以去领取实习证书,也可以换奖品 再下面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做开源不是给人摆瓢吗 其实不是,因为你收获了开发经验以及项目参与 这个会丰富你的简历,将来会帮你找到工作 再加上你的工县将来可能会有很多人带来便利 无碍发电嘛 那咱们就来试一下这个应该怎么弄 首先先注册登录账号 要签入协议,先给这个无视掉 然后领取任务 咱们把小白完全不会编程的这个地方来领取 然后进入这个界面 有教程视频 后面按照教程操作就可以了 再有就是前面可以直接加工作人员 不会的地方应该也可以问他们 好了,这就是我们这期是开源不是开源 如果说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那就点赞转发吧 如果说你想了解更多科技知识的话,那就点个关注吧 那下期见,拜!